我们去年老百姓征收有9亿多 即至今年现在 我们也今年的造力区域有10亿多 产业南卫城造力绿化的人工工资 我们也兑现了10亿多 我在西藏待了30年 以前我们有一句俗话 就是我们的冬天的沙子坐着飞机上拉萨了 夏天在拉萨洗这个澡药下来了 就是说什么意思了 冬天河汤里沙子挂到拉萨去 因为它是牙楼障点拉萨河交界地区 积极性风和积风性三角区域 产生的旋风很多很多 几乎每天都挂 那沙子坐着飞机上拉萨 它又沉寂到河汤里 夏天洗这个澡药 河汤水 顺水要倒拉下来 但是通过这几年造力绿化 就是以前就是从12月底 到第二年的4年的4月中旬左右 大概有20多天在挂沙子 25、6天在挂沙子 就是每天下午这个区域在挂 但是现在我们一年就那么几次 大部分区域挂沙子 我们的以前十雷年以前的机场航班 下午几乎落不了地 现在独生准点率很高 最后我们的生态治理有很大的关系 河道治理 山体治理 改变我们的生产生活环境 有很大的关系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大部分時在月中在我看 format小伙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